这个没办法直接 或者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再看 这边有一个scope 在这里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主要可以学到就是 怎么样设计界面 程式设计等等 然后最后可以把资料写入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这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相关的名称 可以看这个图 然后另外就是说 里面还有一个名称 这里面红色的字 特别注意就是说 最后你上面的名称 也请按照Name的部分 请把它输入这个名称 因为这样我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名称 所以请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云端上面的这个讲义 那我们到这先把这个画面先做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这按钮的部分要怎么做设计 就是到时候设计完之后 特别说这一边的都是这个Label 然后这两个也是Label 这三个是用这个文字方块 那这三个是用这个按钮 所以我们会用到就是这三种 这个工具箱上面的元件 OK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画面 就大概至少要长这样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因为我们将来会要撰写程式 那程式我就要知道说 这个里面填的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知道它里面填什么 所以我要叫得出它的名字 那也就是说特别注意 接下来就是说 你点击它之后的话 注意看一下它这边有个Nam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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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